我 林总 今天开会的议程是什么 各位 董事长已经到了 我们开会吧 今天董事会的议题 只有一个 李董事长任期已满 我们重新选董事长 张总 如果董事会的某一位成员 持股比例最高 能不能当选董事长 如果按你说的这样 再加上半数以上的董事同意 好 我提名 林总 你提名谁呢 顾兴颜 林总 你没有吃错药吧 顾兴颜只是作为盛事的代吃人 进入董事会 你不是想把东晨 打包送给盛事吧 各位董事 我手上有一份 股权代吃协议 大家传阅一下 有人诽谤我和唐婉容女士 说我的股权是抢取豪夺来的 我之所以没有澄清 就是为了保护一个人 白希宁 这怎么回事啊 唐总的女儿 唐总失踪的女儿 对 唐总在去世之前 跟我签了股权代吃协议 由我替她的独生女儿 白希宁 代持东晨的股权 直到她长大成人 林总 好端端地 替这个失踪的人干什么 今天不仅仅是要将 我所代持的股票 股归原主 另外我个人所持有的 东晨百分之三的股权 也一并赠予白希宁 你到底想说什么 顾兴言 就是白希宁 你说她是她就是 她是白希宁 简直是天底下第一大笑话 顾兴言如果就是白希宁 为什么 还要以一个小设计师的身份 进入东晨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俩是不是狼狈为奸 串通一气 让顾兴言搅拌白希宁 谁能证明顾兴言就是白希宁 就是 口说乌凭啊 是啊 你随便找一个女的 就是白希宁啊 我能证明 我现在都明白了 你为什么你早不跟我说清了 我太急了 诸位 这琉璃篆的所有人呢 也不是我 而是她 而是她 唐宁荣的亲生女儿 白希宁 并且我手里头 2%的部分持有权 也是你带她持有权 我们今天就同样的 不归原住 谢谢 你真的是白希宁啊 我身边是你的 谁是我的 我身边是你 我是白希宁 今天就一天 再多年 我身边是你 我身边是你 你还没有那 我身边是我的 我身边是我的 我身边是你 我身边是你 可以以白溪凝座董事长的礼物 可以以白溪凝座董事长 你目前可以没有 林一哥哥 你是早就准备好了吗 我本来是想把公司 全部打理顺了 完整地交给你 但是今天你也看见了 情势所迫 不过现在好了 是吧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但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让你受苦了 公司的几百个群消息都爆炸了 林哥 抓紧时间去报案 把昨天晚上搜集的证据 全部交给警方 好了 别哭了 擦擦眼泪 我还有一场硬着要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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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上海到苏黎氏的机票已经订好了 一 二 三 董事长 新 不对 新应该改口叫白董事长 这一路很辛苦吧 但无论以后你是什么身份 我们都支持你 新宴建 不对 董事长加油 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 你们都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设计部是我的根基 也是我妈妈最看重的部门 所以以后设计部将会在东城 越来越重要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 东城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好 加油 好 加油 李董 我们要给白董事长重新布置一下办公室 请您尽快腾一下办公室 你在跟谁说话 滚 白董事长 谢谢你 顾兴严 不对 是白西宁 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论心机 你妈妈真的比不上你 我妈哪有我幸运啊 身边净是些虎狼之味 你以为林毅是好人 不要得以往心 你好自为之 肥得越高 飞得越高 摔得越惨 你是李竹然先生吧 对 李先生 我们是市局竞争科的 你事前境外洗钱 从现在起 你的个人资产将暂时冻结 我没听错吧 境外洗钱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好 我要通知我的律师 可以 但是在调查取证期间 您将被限制出境 希望您能配合 好 可爱 您 董事长 我的手机已经快被记者打爆了 关于您是怎么隐姓埋名回到东城 卧薪 长胆 最后一举夺回公司的经过 已经有好几十个版本了 您看是不是需要挑一两家媒体 接受一下采访 好 你帮我安排吧 好的 好